你好 欢迎收看4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肺炎疫情让全台湾各县市绷紧的神经 花莲县护生局结合了布丽医院 花莲消防局等单位 在4月1号共同举办了 一亿新冠肺炎疑似社区感染防疫演习 以一对从美国归国探亲的夫妇 进行居家检疫 先后发烧到进行一连串隔离 以及社区感染时的危机处理 作为演习内容 期盼藉由演练严正以待 不要让花莲防疫有破口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目前花莲居家检疫356人 居家隔离12人 确诊0人 而七明年假即将到来 花莲县府不敢大意 在一日上午举办的因应新冠肺炎 疑似社区感染防疫演习 以一对从美国归国探亲的夫妇 进行居家检疫 先后发烧到进行一连串隔离 以及社区感染时的危机处理 作为演习内容 一定要戴口罩 务必要宣导 务必要宣导 情况的严峻 我们真的戒胜恐惧 战战兢兢 千万不要忽略了 花莲好山好水好风气 我们愿意大家一起到花莲来 但是做好自我的防疫 非常的重要 演习内容包含对社区的居家隔离者 进行送餐关怀服务 人员身着防护衣 护目镜 口罩与鞋套示范 爆发感染时 远景在社区拉起封锁线 对社区进行防疫烧毒作业等 我们最近又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社交距离 这一点是一个新的措施 也希望全国的民众都能够配合 台湾所经历过的社区感染 应该是2003年SARS的时候 在台北市确实有社区感染的状况 目前在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目前在台湾只有零星的社区感染 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社区感染 所以这个是目前还好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会很小心地去侦测 到底有没有社区广关性的传播 此次防疫演习 邀及卫生局、民政局、环保局、消防局、警察局及医护人员进行演练 包含县长徐正卫、市长魏家贤、商长游淑貞、卫生局长朱家祥 以及东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李仁志等人都出席参与 参加防疫演习的县府各局处人员仔细执行演习要求的每项细节 希望未来一旦花莲真的发生新冠肺炎社区感染时 各局处能够协同合作、防患于未然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